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偶像剧今年在线翻拍潮,继流星花园后,15年前由何润东、陈怡荣、邱泽主演的《雪地里的星星》也确定翻拍。 昨剧组公布男主角之一将由沈建宏担任,沈建宏透露,9岁时被懵懵懂懂,被妈妈带去参加该剧选秀, 看到导演就害怕躲在墙角窟,虽没被炫伤,却因此被制作人相众进入演艺圈,是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作品。 这次重拍能演出男主角,让他相当期待《雪地》剧描述女孩与生还画家相恋,《七美爱情》被誉为华语版《蓝色生死恋》, 在当年鼻哭不少观众,新版编剧由资深媒体人兼名作家柯志愿担任,比起原版著《虫纯爱》,新版将多添加现实考验及刻画。 先前一度传出翻拍版本《陆寒》,郑爽将加入《单纲男女主角》,制作单位作否认消息,并透露原版人马未来也不会加入客串, 甄选时看到许多钱力新生代演员,希望能给新人机会,将另外邀请重量级演员加入客串,期待带给粉丝新鲜感受。 沈建宏成为雪地里的星形男主角,达腾提供,沈建宏成为雪地里的星形男主角,达腾提供。